前期是一個很令人敬佩的創作者 長期來他一直走在很多疫情的前面 不管從早期精神病患 或者說新移民的議題 或者說有關於人口販運的這個問題 都走在整個社會關注的疫情前面 前期的影像都一直是在拍攝家園之外的影像 他的影像如果有什麼樣的名詞可以說他的話 認為他是一種流放影像 他是一種邊緣影像 我們稱張家傑好像說是一個帶著相機的詩人 他對一個影像的美學 或人道精神的關懷 他做得比任何人多好 很多不同當初 2011.17 2014.18 2014.18 2014.17 2011.17 2014.18 21.18 2014.18 2116.18 2015.18 21.18 1994年,我参加了参加 张前奇他2001年 就是第一次在台湾的大写个展 就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那个展览的内容 当然就是以他最知名的作品的系列 就是《练》 他在台湾进行的主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那《练》这个主题就是用一种非常精炼的形式 几乎就是单一个构图 然后去形成整本书 那其实拍《龙发堂》的这些摄影家其实非常的多 那比较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大部分可能就是用一般我们能够想象的 报导摄影的方式来拍摄 那可是前奇他所处理的这个方式 已经非常非常的简约 但是非常的有力量 记者们可能会去一次或二次 但是我当中1993年到1999年 他们都很接近20次 然后回到回来 你能够接触到 不 matter how subtle the change with other projects that I have initiated 其實《影藝術之名》拍完之後 從來沒有尖端關注前期這樣的一個攝影家 當然是因為他一直開展了非常多很重要的主題 包括逃離北韓 然後包括這個歐洲難民的這個議題 然後後來他還去了香港反送中運動 然後到現在就是持續地在拍攝烏克蘭 那這些題目我覺得都是當前非常重要的 跟國際局勢有關 然後也跟人類苦難的狀況很有關的這種主題 我會在英國一天 我沒有必須的職業,我必須要去 我看起來,我已經給照片段了很多 但反正,照片段也給了我很多 我沒有記憶,我會繼續做 說不上來到底是什麼,也許它有一種文學味道 事實上它跟台灣跟台北都有很深的關係 我是覺得它如果能夠得獎的話 也可以顯示台北國際化的一個面向